這根據進一步的來源 馬英九他就是怕 他怕 可能不是他個人會被 中共怎麼樣 他是怕一種整個局勢 他沒有把握 怕原子彈啊什麼的 怕大規模戰爭啊 他怕原子彈 他就是怕 他就是覺得大陸很大 他很怕就對了 那學生你要 總統認錯 那 學生怕不怕 學生怕不怕 這個啊 是馬英九心裡面的 內心深處 他就是怕原子彈 就是怕一個龐大的中國大陸 他就是怕 他不會講出來 他就是說 對你們好 那 那 那學生你怕不怕 學生你怕不怕 那馬英九他也沒有講說 他只是說對你們好對大家好 其他另外一個話就是說 不這樣的話我們就 會很恐怖的事情 他不會講這種話 他不會講這種話 因為太恐怖了 他講都不敢講 他只是 他只是把那種很恐怖放壓在心裡 因為這樣對你們好的 所以他心裡面很怕 很恐怖的事 可是他也不敢講 因為實在太恐怖了 那種非常恐怖 恐怖到他 透露一點都不敢透露 因為他就是 怕原子彈 怕龐大的中國 沒辦法掌握 中國大陸 那我講出來 那學生你怕不怕 那學生你怕不怕 馬英九心裡面的想法 應該是很怕 中國大陸這麼大的 他沒辦法掌握 那學生你怕不怕 不怕 你要馬英九認錯 這我這 這這這這這這 會傷害到的你 可是 就是馬英九的怕 你學到這個 這個 他這種怕 如果傳遞到你學生裡面 你會 你會把這怕吞下去 還是怎麼樣 不可能 你會把這 不過馬英九心裡面 他是很怕的 因為 因為他就是很很容易害怕的 可是他沒有講出來 可是這種怕 大家了解知道 社會上會選擇低頭的人多 還是會選擇拼死一戰的人多 這個選擇就掉在你身上了 那你會不會怕 馬英雄應該是不會怕 他就是怕原子彈 他整個大局已經超過他小腦袋理解範圍了 那怕恐怖的神 他透露講都不敢講 因為他太恐怖了 當作恐怖啊 當你學生啊 身上 那你怎麼辦 那學生怕不怕的 對啊 那麼多人你們怕不怕原子彈啊 怕不怕 蹦一下全部都沒啊 唱歌唱了一半 欸 欸 本來是晚上 唱歌 欸突然白天了 欸 本來穿黑衣 變得突然穿白袍了 我才已經瞬間化為天使了 哇 全部穿黑衣 哇 整片全部穿白衣了 為什麼已經掛了上天堂了 全部都穿白 瞬間化為天使 原子彈 我們不是黑三軍嗎 黑三軍走一走 啪 瞬間變白衣三軍了 為什麼 全部掛了上天堂了 變天使 你怕不怕 找下 看 看看 x2 喝 在 你是 谢谢观看